耳鼻喉科最常见的鼻子流清水的疾病就是过敏性鼻炎 主要是由于花粉 沉满 薅草等过敏源进入人体 引发的一种免疫反应 它是一个全身的疾病 在鼻部症状比较严重的时候 会引起鼻子的流清水涕 打喷嚏 鼻塞 鼻痒 为一组的症状的疾病 治疗上主要是避免接触过敏源 药物治疗为主 还有针对沉满 花粉过敏的脱敏治疗 药物治疗主要有鼻喷激素 口服的和鼻喷的抗阻瘟药物 抗白三锡药物为主 一般经过坚持用药 患者的症状都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 临床上也有使用鼻部减充血剂来缓解症状 像赛洛作林 肤麻低鼻液等药物效果明显 但是这类药物不宜长期使用 否则会引起药物性鼻炎